看一下,準備一下,看有沒有需要準備什麼的,然後需要那個...呃...其他狀況 也...沒有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啦 當然就...對,我不想被奧格馬懲罰,我現在已經怕了,我學乖了,我怕了 我已經怕了,對,我們等一下可以再閒聊,我們先把該做的事情先做完 那我們先直接開始吧 OK,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上一次的旅途吧 當然,總是...嗯...特別有趣的是...嗯...沒想到事情就這麼發生嘛 那你和周賢,Sharot你和周賢就是在...前往高塔的路上 也是...算是在調查期間也發現了一群哥布林 當然,看到這些哥布林,竟然放假了一位有挑染頭髮的女性 而看起來這位女性,某方面來說,以敘述外觀跟Brown告訴你的來講 她應該就是莉亞吧 而且又加上在洞窟,看到的事情 基本上...呃...十十八九,莉亞跑不掉 那當然,你們兩個衝進去...去救她 而...Sharot你也看到她也和你們...也和你 因為周賢在...那時候是在跟那個哥布林在吸引她們注意力 那你也和...呃...這位像是莉亞的這位女性 也跟她說了十塊獸 那...莉亞...這位...看起來是像莉亞的這位女性 也跟你說了就是...在外頭會合 那她也就是...說完,她就是往外就逃走了 那你們也在解決哥布林 雖然...對...有一隻是被抓...是活口的 是抓以活口的 然後...也被...Sharot裡面放起來 然後...嘴巴用乾淨的褲子也塞起來 那當然...嗯...他們也在考著乳豬收嫌你為何不抬呢? 所以你們兩位女孩子,你們就一人...一人抬著哥布林 另外一個抬著考乳豬 你們就順著...Sharot那時那個女子給你的方向 也這樣子離開了這個領地 那我想要...想要幫我塞個Sharot那時候前她也要塞 我試試看一下...對...你們找入的...一邊扛哥布林 一邊抬著...考乳豬 你們...大概花了多久 沒問題... 沒問題... 不是哥布林太香...乳豬太香了... 嗯...沒問題... OK...好...那我知道了... 你們...當然的... 一人抬一手... 那...烤好的烤乳豬...發出了... 芝芝... 可以在看到周賢在抬著的時候都能聞到那淡淡的蜜絲的香味 那...緩緩的蜜絲的香... 伴隨著烤乳豬... 那...飄出來的... 伴隨著這個烤肉的香氣... 都是讓人餓了起來... 你緩緩的摸著你的肚子... 然後也看的時候... 有一點害羞的... 臉紅的看了一下自己的肚子... 肚子發出咕嚕咕的叫聲... 也在這時... 你們互看鼻子... 看著這個乳豬症... 打算想著要怎麼樣去... 對... 看要不要偷吃這個乳豬之食... 你們也注意到... 幾位女子... 你們看到這個女子... 十分的熟悉... 要說的話... 對於... 最熟悉的來說... 應該是... 是的... 你看到這位女性... 和方才樣... 一撮挑藍... 藍色長髮的姿勢... 也看著她的外貌... 要說的話... 已經在... 接近60歲的樣貌... 也看著她... 打量... 從上往下打量著你們... 然後... 微微的... 揚起... 微笑... 但她沒有說什麼... 笑... 抱閃閃閃... 好... 默默的眨著眼... 你看著... 這位女性好像戴了一絲尷尬... 但是... 她還搖了搖頭... 剛剛... 實在是太謝謝你們了... 她... 說完... 微微的... 向你們點了點頭... 年紀大了... 總之會被別人... 過來找茶... 她說完... 也是白了白頭... 你注意到... 這位女性... 她的耳朵是... 微微尖的... 和你一樣... 你也可以認得出來... 她應該... 也是半精靈吧... 那... 嗯... 那... 我就說... 不客氣... 畢竟是... 波浪先生... 要...我們過來... 跟... 莉亞先生... 欸... 莉亞小姐... 需求一些... 呃... 幫助... 然後... 那... 那... 然後夏洛特她... 看了一下... 就是後面的乳豬... 然後就說... 還是說... 要... 一體吃... 乳豬嗎? 那... 就實在... 經過... 剛才上場... 有一點點的... 呃... 餓了... 嗯... 這個嗎... 突然... 我的塔... 剛剛說完... 她清新的... 揚起了嘴角... 我的塔就在... 這附近... 我們一起... 過去吧... 呃... 像是她就... 就是... 笑得... 燦爛然後就說... 那就麻煩你了... 好... 那幫我塞個... Perception... 來看一下... 會發生什麼樣子... 好... 沒問題... 當然... 基本上... 你的注意力... 都是在... 乳豬... 好餓... 看到那肉汁... 一滴滴的... 滴在地上... 也看到周賢也稍微... 就是把... 抬高一點... 不讓... 這個蘆豬... 沾到任何一十... 像是葉子... 或是... 或是... 沾到地上... 這樣子... 他當然... 就是有稍微... 抬高了一點... 至少... 讓蘆豬維持乾淨... 才是最重要的... 你看著周賢... 輕輕的眨著眼... 看了下你... 真的... 呃... 有點餓了... 偷偷的... 配一碗米飯... 那就太好了... 也在看到他這樣子... 囊囊独想之時... 基本上你的注意力... 都在... 他的... 他的... 他的身上... 你也看著... 但是... 基本上... 你... 瞥一眼看下這隻哥布里卡斯... 就... 再倒了回去... 也注意到前面... 那... 那一個女性... 停下了腳步... 你和他... 當然你看著後面周賢... 直接是彎彎的往上看... 你們順著... 這位女性指向的方向... 你們看到前方... 大約是30幣度... 有一個... 搖搖以碎的高塔... 大約五層樓高... 而這五層樓高的十字高塔... 周遭也有拉起了... 像是... 麻繩... 還有... 木樁子... 也看到了... 這位女性... 向你們微微微笑... 這是一個... 很好的隱居點... 不知道Rickett... 在不賽... 他說到這裡之時... 緩緩的在... 前進的直播... 等一下... 可能要爬樓梯... 你們... 還撐得住嗎? 嗯... 我想... 沒有問題的... 唉... 這樣嗎... 太好啦... 最後也看著... 莉亞... 再度... 向前走了幾步... 輕輕的... 將她的手... 擺到了後方... 也注意到... 這位... 身高大約... 一百七整的... 這位女性... 只有... 微微突飛了... 或許... 看起來... 面貌... 雖然年輕... 也說... 年輕就是娃娃臉... 但是... 她的行為... 還有目前的姿勢來講... 我配合來說... 嗯... 看起來... 雖然... 和薛爾特米的奶奶相較... 沒有那麼的... 難以... 不行... 需要拐杖幫助... 是... 這個... 偏眼看起來... 就知道... 開始邁入... 老年期了... 因為隨著... 她的步伐... 緩緩的往前走著... 看著... 高大的門前... 有一個... 小小的一個... 小門... 一個大門... 還有一個小門... 幫我... 看你有沒有想要看... 什麼... 看你有沒有想要看... 在門前... 那我想要... 看一下周遭... 然後再看看那閃門... 好... 幫我... 塞個... 好... 你幻幻的看... 一下周遭... 你注意到... 這一個... 高塔... 五層樓的高塔... 基本上... 石磚... 基本上是石頭... 是石頭... 沒有鑽頭... 只要以石... 石頭為搭建... 而看到... 面前那大大的... 木門... 上頭... 有一微微的... 燒焦的痕跡... 還可以看到... 上頭跟下頭... 都有一些... 金屬... 還有皮革... 作為裝飾... 你有沒有發現... 旁邊... 右側... 是一個大門... 一個人生大... 像人等生大的門... 旁邊... 有一個小小的門... 這一個小小的門... 你大約... 測量一下... 大約... 深度... 還有高度... 約略為... 10... 10... 公分... 你看起來像是一個... 給老鼠進去的門... 不太像是... 給人進去的門... 你發現這個... 老鼠門... 還微微的... 動了一下... 我... 我想要... 蹲下去... 看一下那個老鼠門... 好... 幫我塞個... inside... 好... 幫我塞個... inside... 欸... 蹲起來這個門在動... 恩... 應該是風在吹吧... 大概吧... 那... 那我想要稍微... 戳一下那個老鼠門... 就是... 輕輕輕的那樣... 戳個一下兩下... 好... 你輕輕的將你的手戳過去... 幫我塞個... 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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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輕輕的戳了戳... 但是... 你將你的手戳進去之時... 幫我塞個... dexterity saving throw... 並且豁免... 你將你的手伸回去... 但是... 你感覺到你的手... 一帶你的... 左手的... 食指的指部呢... 你穿來的小小的刺頭感... 卡! 你... 張眼... 你將你的手戳回去... 抽抽抽抽... 你發現你的食指上面... 出現了一個... 淡淡的... 老鼠的死痕... 你受到了兩點... pnsi damage... 對... 2而已... 啪! 沒有流血... 就是... 微微的... 就是... 透... 那... 那... 笑了是她... 皺起來沒頭... 但是也沒有... 她沒講些什麼東西... 然後... 看一下莉亞在幹嘛... 你看著... 這位... 女性... 昏昏的轉頭... 當然... 現在可以見識她... 應該就是莉亞了... 因為畢竟... 住在高塔... 而且也沒有否認... 她... 就是莉亞了吧... 你看著... 她... 輕輕的... 點了點頭... 好像... 在面前... 獨囊著... 什麼咒語似的... 最後... 開著這... 有些... 稍微的... 等色大的門... 緩緩的... 打開來... 那裡頭迎來了... 基本上... 是一個十字... 十字的高塔... 還有一個... 螺旋狀的木石階梯... 你發現這些... 螺旋狀的木石階梯... 雖然... 街... 每一個台階都有被打掃的... 乾乾淨淨的... 但是... 你也發現了一個狀況... 就是... 是... 螺旋的階梯... 而且... 看著莉亞... 緩緩的... 一階一階的... 踏上去... 好吧... 該不會... 真的就是要... 走樓梯的吧... 嗯... 就... 那... 那... 蕭旋狀要轉頭... 看一下周旋狀... 然後就說...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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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一下一下... 我們就能... 知道魯旋了... 嗯... 嗯... 我們... 應該... 可以... 你看著這個... 游游晃晃的階梯... 我找到示意圖了... 我要找到示意圖了... 你看著這... 游游晃晃的... 這一個... 十字的階梯... 真的是... 嗯... 雖然... 塔十分的密集... 十分的... 十分的窄小... 但是... 看著這一集結的階梯... 啊... 要爬五成龍... 啊... 那... 我也只能... 就是... 幫我自己... 打...打把氣... 然後就... 往上走了... 來... Constitution Saving Road... 我會骰周賢... 周賢也要... 周賢逃不過... 他也要... 沒問題... 你和周賢拿來... 一個人扛著一隻... 哥布丁... 另外一隻... 扛著靠路... 你們就... 尾隨著... 立亞的步伐... 光環的... 一階的... 朝著這一個... 樓梯向上... 向上爬... 當然... 你們第一階... 繞過了... 第一層樓... 看到只有簡單的兩個房間... 看著立亞也沒有說些什麼... 你們也... 緩緩的... 往上走著... 來到了第二階層... 看到了第二階層... 一樣... 也是有幾個房間在附近... 但是... 嗯... 看起來... 李亞好像也... 不是在... 要在這裡停下來... 似的... 你... 眨眨眼... 該不會... 是... 最尷尬的狀況... 來了... 看著他... 繼續的... 慢慢的往上... 你眨著眼... 看著... 第三... 第三層... 第四層... 第五層... 至少... 算是敬佩說... 畢竟... 是要... 成為... 未來冒險家的人... 繼承著貝爾家的名義... 所以... 基本上... 體能是需要鍛鍊的... 在身體裡面... 蹦跳... 也在這裡... 發揮了... 極大... 極大的效應... 你眨著眼... 成功的爬完了五層樓... 也發現了... 欸... 周潔竟然... 也沒有... 喘氣... 但他更是... 很期待的... 看著那一個... 餓了... 完全不感到一時的... 一圈... 可以注意到立雅... 歡歡的在... 第五層... 你發現在第五層... 只有一個房間... 這個房間... 上頭... 有一個大大的... 標記... 上頭的標記... 也似乎... 像是... 塗層式的... 沒有任何的門把... 也看著這位... 這... 這位女性... 歡歡的轉過身... 看向你們... 揚起了微笑... 啊... 看起來... 你們都... 沒有很累的樣子... 啊... 太好啦... 想到... 七年前... 有四個人... 也來過我這裡... 呃... 他們... 上期不接下期的... 呵... 我想... 沒看到他說完... 輕輕的... 跨出了一步... 也注意到... 這一扇門... 也在他... 跨出這一步時... 緩緩的... 緩緩的... 緩緩的開啟... 呃... 裡頭... 比起... 多次... 單調... 裡頭... 倒是... 讓... 更加... 危險... 亮... 你注意到... 裡頭... 明明這裡應該是一座塔才對... 但是... 還可以... 聞到了... 淡淡的... 藥草的香氣... 甚至是... 可以... 看到... 你眨著眼... 這個上頭... 還有... 喔... 這到底是什麼... 你注意到... 中間有一個大主鍋... 發出了... 陣陣的氣泡... 還可以... 看到... 恩... 還可以看到... 這個... 大主鍋的旁邊... 放滿了... 大大小小的... 容器... 那些燒杯... 容器... 還有... 書籍... 卷軸... 就這樣子... 散落在一旁... 當然... 中間大主鍋是最細膩的... 裡頭還冒著泡泡... 飄出了... 淡淡的... 起司的香氣... 而... 也注意到... 周遭有一個... 有... 有椅子... 還有桌子... 甚至... 還有簡單的床鋪在附近... 由於... 似乎是在最高層的關係... 風氣... 十分的舒爽... 良好... 甚至還可以看到... 外頭森林的跡象... 還有... 未來的天空... 還有... 嗚... 一隻鳥飛了過去呢... 我... 我想要去... 看一下中間那個鍋子... 好... 那你要... 用什麼樣的方式看... 呃... 我先... 用眼睛... 看一下... 然後鼻子聞一下... 好... 那就... OK... 你輕輕的... 秀了秀你的鼻子... 你可以聞到... 裡頭... 並不是什麼藥物... 或是藥劑... 而是... 你... 聞到了... 裡頭... 正在煮著... 波波作響的... 玉... 奶油... 起司... 玉米... 燉肉湯... 正在... 你看了一下... 注釋了一下... 之後... 後面的烤... 加料... 而且還可以看到... 裡頭還有幾顆... 馬鈴薯... 載浮載成的... 隨著這... 冒泡鍋子... 這樣子... 輕輕的... 浮現在這一個... 湯鍋... 上... 可以看到這一個... 湯面... 馬鈴薯... 緩緩的飄起... 你還可以聞到... 薯菜... 幾個... 被切好的... 塊狀的... 胡蘿蔔... 還有... 帶了一點... 微微的... 荷蘭香芹的味道... 就這樣子... 散落在... 這一個大薯鍋裡... 裡頭... 沒有奇怪的東西... 也沒有像是... 聽聞... 傳聞說的... 嗯... 女巫... 會有... 丟一些... 奇怪或是... 奇葩的東西... 在大薯鍋裡... 這裡都沒有... 就是... 純粹的煮鍋料理... 就是料理... 普通的料理... 好... 那... 他... 看起來... 嗯... 苦水... 快要流出來的樣子... 但是他一直把他... 咽了回去... 然後... 看一下莉亞在幹嘛... 你看這... 莉亞... 緩緩的... 快步的... 走著幾步... 輕輕的轉過身... 看向... 你們... 看起來也餓了吧... 我們要不要... 邊吃邊聊... 雷克拉... 隨即... 指了一下... 立正在... 跳往的大廚國... 啊... 瑞克拉... 應該... 應該也在... 家裡吧... 輕輕的動了動手... 輕輕... 像是... 把他的雙手... 往他的右側... 拍了兩下... 啪啪... 呃... 幫我... 塞個... 你注意到... 突然間的... 看到一個... 小小的... 小老鼠... 騎著... 對... 他騎著... 一隻... 王鼠狼... 咚咚咚的... 跑到了... 這一個... 大樹鍋的腳踝邊... 你注意到... 這個小老鼠... 嘴唇直接... 就是... 你看他的嘴... 直接... 塞得... 鼓鼓的... 兩邊都是... 大鼓鼓的老鼠... 然後... 不停在腳... 然後... 吞咽下去... 扎了扎眼... 你怎麼那麼久... 才回來啊... 你發現他會講話... 他直接... 這個小老鼠... 也是盯著... 莉亞的方向這樣子... 直接脖口大媽... 也看著莉亞晃了晃頭... 唉... 發現了一些事情... 也發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 所以... 呃... 所以... 就說了... 已經... 經過了這麼久了... 你... 你... 還是需要有人陪啊... 你自己一個人出去... 很容易遇到危險啊... 莉亞... 也看到... 對... 確實... 這一個... 女性... 就是莉亞不錯了... 你看這莉亞... 渾渾的... 哭笑了幾聲... 唉... 也多虧了他們的幫助... 不然... 唉... 我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啊... 也注意到這個小老鼠... 起哭哭的... 看了一下莉亞... 又看了一下你們... 阿... 你們是... 喔... 過了七年... 過了七年... 又有客人啦... 你們是客人嗎? 吱喊了... 吱喊喊... 看到他... 隨即就直接... 從旁邊... 好像... 用尾巴... 抓了一塊... 小小的... 落在地上的起司... 直接塞到嘴裡... 吱喊... 那... 那... 消磊特就會... 立下來... 很有... 很有興趣的... 看著那隻老鼠... 然後就說... 嗯... 然後... 烤乳酥稍微抬了一下,缓缓的把烤乳酥放到了主鍋上 主鍋上...主鍋的上方有一個架子,他剛好把烤乳酥直接放到上頭 可以注意到烤乳酥那滴下來的肉汁,一滴滴的滴到了主鍋裡 原本那素食的湯鍋,除了起司的味道之外 現在還漸漸的飄出了淡淡的烤乳酥的香味 也注意到周旋,也開始露出了非常興趣的椅子盯著這隻老鼠 因為看到這個老鼠,當然他的方向是看向你的球 他看向你說的 呃...當然啊,但我吃的基本上是起司 但...嗯...蠔豬嗎? 他應該會有興趣啦 你看他稍微用他的小小的手肘稍微揉了一下旁邊的荒鼠啦 那...總之...可以一起吃 吃不夠,還有哥布林 說笑的,然後就把哥布林丟到旁邊去 啪! 你看到這隻哥布林被甩到了旁邊 輕輕的眨眨眼 那隻哥布林發...開始發錯了 似乎暈車了 雖然...雖然不算暈車 因為他是暈人 對,你把他甩下去 你看到他發出的就是很奇妙的,微妙的聲響 看一下他們的反應 幫我塞insight 你注意到...當然對於周旋來講他當然是... 畢竟你是跟他已經都...都已經都...都已經講好的 所以當然你看到周旋就是微笑看著那隻 有些...難耐的哥布林 你注意到莉亞 只是眨了眨眼 似乎...也沒有多說些什麼 嗯?也看著這隻老鼠 稍微...你看到他...稍微叫他的小腦袋看了一下 那隻被甩到一旁的哥布林 然後又看了下你 哦...還帶了一個... 人質...我數時刻...之類的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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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他... 這樣子說完默默的將視線盯下那隻正在衝出的哥布林 又看下了莉亞 也看到莉亞像是默許的點了點頭 注意到這隻小老鼠 緩緩的...將他的四隻落到地上 快步的奔向那隻哥布林 你也發現他...只是打量這隻哥布林 就又看下了你 我們先吃飯吧 看起來他...會安本的 最後咚咚咚的直接跳上了莉亞的肩膀 輕輕的在他的法師之間 稍微揉襯揉捏了些許 你也看到莉亞輕輕的密切眼笑了笑 啊... Rickey他是我的... Five Familia 他是我的魔蟲啦 最後... 也看到這個年邁的半心靈 默默的用他的手 順了順 這隻小老鼠的毛 啊...算是還挺有個性的 也幫助了我不少 那...那小老鼠他就...亮起了雙眼 然後...在連續聽到的吃飯跟...那個... 跟魔蟲的事情以後 他就看起來非常有興趣 然後就說 喔!魔蟲! 嗯... 感覺有一隻小蟲蟲陪在身邊 是很棒的事情的 李亞輕輕的眨眨眼 呵呵... 啊... 算是一個小小的陪伴吧 以前... 跟那些... 那些... 夥伴們冒險的時候 Rickey也算是... 幫了他們不少忙 總是多一份忍受 比單打獨鬥的好 最後看著這一個年脈的... 半精靈女性 緩緩的在一旁的... 一旁的桌子那裡拉開了椅子 你注意到一直是有... 可以坐五個人 所以你可以直接就躲下來 你看到周賢是搖搖晃晃的就看了一下 呃...那個... 需要幫忙嗎? 像是擺個碗之類的 或是整個湯之類的 也注意到李亞點了點頭 注意到... 也發現了周賢很快速的就咚咚咚的直接 將烤乳豬用他... 現在你借給他的那把筆斗 稍微畫了畫 用非常漂亮的樣子直接畫到了湯上 也發現了... 他也很快速的將湯碗 還有... 烤乳豬... 切好的烤乳豬直接放到了桌上 看著那微微冒著煙的料理 也注意到... 李亞是看著你們微微笑的 我們就... 邊吃邊聊吧 他輕輕的用手... 將... 一旁的木湯匙拿起 為自己稍微... 鑽了一口湯 唉... 我不知道該如何... 感謝你們了 恩... 不用謝... 恩... 舉手之勞 這樣嗎... 你們真是... 唉... 真是... 很有良心了 讓我想起七年前... 我去採個採... 採個草藥的時候... 遇到了四個... 雖然年輕... 魯莽... 但是... 內心都十分善良的... 年輕人們啊... 他向你點了點頭... 雖然... 看起來是迷路... 但是... 他們在迷路之下... 意外的... 找到了我... 說是... 被我的學生... 狠狠的欺負了一頓... 唉... 我也沒想到... 事情會演變成這個樣子... 你看他說完... 嘴角... 緩緩的往上... 可以看到他... 這時... 妹頭... 皺了起來... 也... 不是... 他故意的... 有時候... 這一個先知... 唉... 他作為先知的時候... 看到的事情... 比別人多... 呃... 他有時候的判斷... 也稍微... 忘了些... 嗯... 嗯... 應該就是... 所謂的... 嗯... 解讀的角度... 不一樣... 嗯... 他緩緩的... 點了點頭... 唉... 當然... 一定的... 而且... 他... 也是... 畢竟... 他的... 自然... 還有自然... 維護著他... 就像是... 一種平衡... 他也在我這裡... 學到了... 如何尊敬自然... 和自然... 一起... 共識... 守護著大地... 呵呵... 說起來... 這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啦... 我現在年紀大了... 記性也不太好... 我... 所剩的... 也是剩下... 你看到他看了一下周遭... 哪些... 散落在地的卷種... 租籍還有藥草... 一個個排列在桌上... 像是漫步散步... 但也沒有到十分的混亂... 也發現... 心底啊... 默默的... 迷奇的眼... 呵... 但是... 過往的回憶... 能記下的... 都是剩下這些文獻的吧... 可是... 恩... 就是... 很重要的嘛... 恩... 強獅知道... 更多的事情的話... 恩... 對於冒險也有幫助嘛... 恩... 總不能一直都靠著體力... 冒險很大... 靜默的點了點頭... 他磨磨的點了點頭... 我的時代... 已經過了...! 算是... 現在就交給! 年輕人們吧! 年輕萊 ABC 開創新的時代... 那我的世代... 也就和我的夥伴們... 他們都入城了... 你看他做到這裡 just 尷尬的 Apartt tweet 7年前... 原本還有一位 而我應該是要繼續留下來 看守著兩位夥伴們的影院 但是 她也不幸的 在那場事件中 喪命了 喔 那 那下路就 陷入了 那幫 在這時幫我審個 也看著 莉亞似乎 失意到了這個狀況 你看到她輕輕的笑了笑 對你來說 應該也算是 聽到這些事情有些尷尬吧 喔 你們過來是有 說 Bron需要一些事情是嗎 還是 她默默的認了 還是她是需要 訂購什麼採購什麼之類的 那下路特她會先說 嗯 也不是尷尬 嗯 就是 還蠻難過的吧 然後接著她 蹲了一下以後就說 嗯 對 這幫我先生叫我們過來的 讓我們過來的 她說 有跟你拿一些香料 啊香料嗎 你可把她 將她的身子挺起 默默的走到了這個大廚桌旁 輕輕的笑你 扎了扎眼 香料 她所需要的香料啊 啊 Rigget 你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最後你注意到這隻 在她肩上的這隻小小老鼠 向她點了點頭 很快速的從她的肩膀 跳到了桌子上 咚咚咚的又從桌子上 往地板上跳了過去 開始逛 像是那是臥房嗎 她往著臥室的方向 奔了過去 你注意到 莉亞 將她的視線看向了 唉 就是這樣的 她所需要的香料 其實是 一個藥劑 但我 我現在 可能需要一個小徒手 我的學生 也不在我身邊了 所以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要不要來幫助我一會兒 最後她將她的視線出來 如果你對 調製藥劑有興趣的話 當然 香料和藥劑 有些是相同的 有些是不同的 Rom她所需要的 是濃縮劑 一個萬能的香料 只要滴一滴下去 就能讓所有的食物 都會變得更加的美味 那一聽到就是 莉亞小姐的話 她就 馬上站起來說 有興趣 有興趣 請務必要讓我 就是 嗯 嗯 跟莉亞小姐一起學習 喔 應該說 像莉亞小姐一起學習 她看著你輕輕的點了點頭 或許 你往後還能 試試看 試試看 吧 最後 也看著她 黃黃的往前邁步了幾步 幫我塞個 Infuscation 調查 你注意到上頭 凌亂的桌子 當然說 凌亂也沒有到太過凌亂 瓶瓶罐罐 還有各式各樣 顏色的藥劑品 也注意到書籍有好多種 基本上書 你看到有好幾本書 落在一旁 還有卷軸 這些卷軸看起來 上頭都寫著 讓你有些看不懂的語言 這個 該不會又是書 個書了吧 頭痛的 頭痛的 頭痛的預感 開始 黃黃的 從你的腦袋 媽媽的 擴散 出來 畢竟讀書 並不是 那種有趣的事情 你也看到旁邊的時候 寫黃黃的 冒出了一顆頭 輕輕的眨眨眼 好多藥劑品啊 欸 俠拉特 你看到週前 在旁邊拉了拉你的影 那些藥劑品看起來 好像 她將她的手指了一下 你啊 正在準備的方向 呃 她好像拿了 好幾個瓶子呢 呃 紅色一體的藥瓶 藍色一體的藥瓶 黃色一體的藥瓶 黃色一體的藥瓶 還有兩個空的燒杯 就 朝這 就是 那個 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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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前的 那個方向看過去 確實看到了 看上那個方向 你現在注意到 莉亞緩緩的 將她的桌子清空 看到她 沒有很隨意 她就是很 就像是已經知道要怎麼桌子了 你看她循規道具的 將她的書籍 還有 她的卷軸 還有一些無關的情局放到一旁 你發現 現在面前就是 一瓶 紅色的藥瓶 一瓶 藍色的藥瓶 一瓶 黃色的藥瓶 還有兩個空的燒杯 最後 你還發現 莉亞 緩緩的 拿起了一本書 她將這本書快速的翻開 摊到了一旁 你也注意到 她 將她的視線看向了 你點的點頭 唉 就是這個啦 看看吧 那我就 湊上去看一下這本書 上面寫了些什麼東西 你注意到 上後第一句話 寫著 美味 香甜 濃縮劑的秘方 然後我想要你幫我 塞個 Intelligence 或是Wisdom 來看裡面寫些什麼 選一個你喜歡的 就是選一個你喜歡的 就是 IQ 或是你的 或是你的 人生經驗 你可以選一個你喜歡的 調整值對不對 對對對 對對對 沒有問題 你眨著眼 開始 開始 你可以 你可以發現 它 比起 說是 說是說 它是一個很簡單 說是一個DIY 或是一個步驟式 更像是 禮語 像是說 謎語 似乎是 它這個確實是 一個步驟 是個 讓你可以知道 該怎麼調配 這個藥劑的步驟 但是 這個禮 這個謎語 這個禮語 似乎需要解釋呢 你眨著眼看著上頭 我先用唸的 等一下我會把文字給你 你看著上頭寫著 先將鮮血灑上天空 昏飾皇家欲為高貴的色彩 在黑夜降臨之時 請不要煩惱 一體重新補充 這是你看到的第一句話 我會繼續那個 我會繼續那個 繼續念 不用擔心 我只是對 將這個給你 讓你等一下解密會比較方便 最後你又看到了第二行字 然後 將一絲太陽 侵入深海之中 喝下青草的甘甜 在全世界 都澄清了它的聲音之時 你 將會找到 重新填滿的圓滿 這是第二句話 你眨著眼 緩緩緩的 將你的手 移到了第三句話 你看到第三句話 看起來就是 最後了吧 當 高傲的王者 踏上 純潔的草地 身影 而久 便歡心 不悟 因為你 找到了 美味的秘訣 你眨著 你眨著眨眼 看著這一些 這一些 如同 謎語般的 你看著上頭 寫著 秘方 看起來確實就是 如何調製 美味香甜 濃縮劑的秘方 但是 該怎麼調配呢 你眨著眼 花花看下了莉亞 一直看到莉亞 也將她的視線 推向了 整年邁的半精靈 風患的閉起了眼 調配看看吧 這一些 對你來說 應該 有幫助 你看她將她的手 閉上了 那 紅色 藍色 黃色 還有兩個空的燒杯 藥品 你發現 這些紅色 藍色還有黃色 液體的藥品 看起來 看起來 似乎是會 自己填滿的 你發現 她們周遭 都有發著 淡淡的光芒 而兩個空的燒杯 就像是 一個被用式的 放在一旁 是乾淨的 那 那 夏洛特她就 對著莉亞 用力點點頭 然後 走向 桌子那邊 那 我想要 先把藍色的藥品 倒到其中一個空的燒杯裡面 OK 你將藥品打開 多多多的液體 落入了燒杯之中 現在燒杯的顏色是藍色 而 在你倒進去 將軟木材 蓋起來之時 藍色液體又被 又被填滿了 然後 我要在那個 紅色 欸不是 藍色液體的燒杯裡面 倒入紅色液體 OK 你將 你的 將 另外一個瓶子 打開 多多多的 將紅色液體 倒倒的燒杯裡頭 你眨了眨眼 是的 變成了 紫色 那我要再將 黃色的液體 倒到那個燒杯裡面去 加 加 直接加進去嗎 嗯 等我一下 閃燒 你是要 因為燒杯有兩個 所以 這兩個燒杯 紫色的還是 空的 嗯 嗯 紫色的 OK 你將 黃色的液體 緩緩的 倒進了 這個紫色的藥劑中 但是突然期間 你看到這個 藥劑品 開始 發出了強烈的 猛猛聲響 呃 這個藥劑品 突然冒出了一隻 史萊姆 幫我塞仙弓 看起來 不對 下來嗎 幫我塞仙弓 你扎著也看到這個 突然從 燒杯裡面變成 融合變成了 一坨史萊姆 你看到這個 這個 現在已經變成 紫色 大變色的 史萊姆 直接 直接從燒杯 這邊 就 像是迅雷不集合 直接從這個 燒杯裡攤出來 你往旁邊看 你發現 你牙齒默默的在旁邊 對你一切微笑是呼 對 他沒有任何想法 他也沒有打算幫你的意思 看到他就像是一個 在看著 學生 做事的一個老師 默默的 盯著你 沒有多說任何一句話 你也注意到這個 史萊姆 行動非常的緩慢 你比他先 你要做什麼 我要 我要冰凍他 好 幫我三命中 沒有中 你瞎的看著這一朵 大變色的史萊姆 直接 跌出來 之時你 舉起你的手 朝他放出了一抹冰花 而是冰花 直接 啪撒 直接落到人桌 木桌上 看到這一朵 史萊姆正在動著 他沒有受到任何的 你還要做什麼嗎 史萊姆距離就是桌子 就是桌子前 所以很近 舞弊的 但是我也不能把他跳到旁邊去 那就先 先這樣好了 OK 那再來是史萊姆的回合 你看到史萊姆默默的 就是 就是他有沒有眼睛 靠這一朵史萊姆 開始在蠕動 最後 你看到他 向上一躍 直接 往你的方向 直接就是 噴射了 幾滴黏液 然後他 骰了 怎樣 加起來是 十三有中嗎 剛好 你看到 史萊姆直接朝你噴射了黏液 而這個黏液 直接落到你身上 你落到你的手 心 手臂 你感覺到強大的不是 這個黏液容下去是 灼傷 你甩一甩你的手 好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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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到了 total4點傷害 4點燃燒傷害 就這樣 你沒有持續 就只是燙傷 好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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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時你看到了 旁邊走前想要邁進一步 但是你看到 莉亞默默的搖了搖頭 把他按在後面 那你要做什麼 我要先喝一罐水 好 你輕輕的 從你的腰帶 拿出了一瓶小小的藥劑 輕輕的掛上去 原本留下的燒傷 也在 引下藥劑之時 緩緩的傷害 變成了 完全沒有發生過 就是一個淡淡的小小的傷疤 有要做什麼嗎 附贈動作之類的 沒有附贈動作 那就沒了 OK 你也看到這個史萊姆 再度往你放下 再度噴 噴灑過去 然後他這一次 骰了石榴 中了 你看到這個 這一些 容易再度的 啪 再度噴到了你的身上 你受到了4點 燃燒傷害 一樣也是4 那 那那我 這次 抽出我的菜道 然後 捅他 好可以 然後不用擔心桌子會爆掉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莉亞會去救桌子 她會去救桌子 不用擔心 走 那那我等那把燃燒 那個火焰傷害 還是有效的嗎 有 就是你要用就是有啊 就是你負責動作就沒有這樣子 你握緊了你的菜刀 狠狠的直接 將它從你的腰的腰間抽出 狠狠的往這一朵史萊姆直接劃了下去 你看到這菜刀 讓這個史萊姆 繞下了深深的烙印之痕 雖然 也看到這史萊姆很快的就要 直接融合回去 兩半 然後又再度融合回去 但是 是的 和剛剛相比 他的體積好像變小了 蒸八變小了 一點點 他還站著 呃 再來是史萊姆的回合 你看著這一個史萊姆 再度 撥動他的身軀 再往你的方向再度 噴出了容易 而這一次他散了 他 他 Total是17 也是重 你看到他直接往你 啪 再度噴灑了 容易 你受到了3點 燃燒傷害 好的 那我就 再喝罐水 好 你將藥劑瓶再度搞開 輕輕的 輕輕的錯影的下去 原本啊 點落在你手臂上 因為他基本上 因為他這隻史萊姆也不大 所以他噴 噴向你的都是你的手臂啦 都是你的手心跟手臂 因為你手捐起來的話 都是會被噴到 你甩了甩你的手 原本那灼傷的刺痛感也在 伴隨著這腰劑的影下 變得好的許多 而他 一樣的 當然 他當然不會放過 繼續 繼續噴你的機會 所以當然 你看著這個史萊姆在 往你把它 啪再噴了過去 14有中嗎 中了 而這個噴灑再度 啪再度噴向了你 4點 燃燒傷害 那我 再度 試著 使用 使用我的 啊 我的 小細法 那一個 那一個 這個小細法 啊靠腰 脖子 可以啊 小心小心小心點 脖子 我記得是殺命中吧 脖子我記得是命中 脖子我記得是命中 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 是 one action evocation OK 不是不是不是 是目標 你可以放 你 將你的手張開 緩緩的聚集了 人動的能量 你看著面前的史萊姆 對 他要塞 他塞了 13 有過你的DC嗎 你的DC是多少 法術豁免DC多少 12 他過了 然後 Ether disadvantage 對 沒有 沒有 沒事 你將你的冰花聚集 往上發現啪射 過去 但是你看到這隻史萊姆彈跳 怕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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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也看到這隻史萊姆再度的 往你的方向 再度 射出了幾把小小的泥泥 這次他 骰了11 沒有中 你直接用你的菜刀 直接燙燙燙燙的直接 擋下了這些 往你手背 噴灑的 噴灑的這些死色的泥泥 將你的菜刀甩到的旁 你的菜刀沒事了 還是噗 直接將 這一個 沾在菜刀上 這些泥泥給直接蒸發掉 那你要做什麼 啊 我要再 我想要再 噴灑 再動他一次 再動他一次好 那我就直接賽 我直接這次好 我這次公開賽 我直接公開賽 直接賽1D2加 這是他的秘訣 這次沒有 這次他沒有中 所以他沒有閃過 所以來 你對他是1D6 1D6 然後他下一回合 他的攻擊是烈士 你狠狠的朝他直接 直接射了過去 你看著這隻史萊姆 直接開始 他的身上出現了微微的冰花 也注意到 原本那正在高速鼓動的身軀 也變得比較緩慢 而當然他也是一樣 在往你的方向 在進行射擊 但是對 他第一集是19 然後第二集是4 然後他是烈士 所以沒有中 你看到他往你的方向 像是瞄準似的 啪 再就噴了過去 但是 你看到他直接射歪落下 所以沒有中 你要做什麼 我提起我的菜刀 捅他 好 NATURAL 20 爆賽 所以變成是Double Damage 你就是 一個是滿賽 如果你要加你的那個 菜刀的火焰傷害 就是負責鬥的傷害 你就是一個 你看他們 他最滿最大的數值是多少 然後再多殺一個 再統合加起來 所以你第一個 19 19 How do you want to do this 直接剁兩半嗎 那就 華麗的牽著兩半 就這樣 沒問題 你直接將這一隻史萊姆 直接狠狠的直接剁成兩半 而在剁兩半之下 你看到你的菜刀 冒出了極大的火焰 直接 將 這個 死射的史萊姆 直接燒成了 連一個灰燼都不剩 因為它是液體 一個灰燼都不剩 非常非常乾淨 就像是 嗯 這個桌子還烘乾的 哇 直接烘乾補物 烘得乾乾淨淨的 而也看著這個史萊姆 默默地化成的泥泥 也注意到 莉雅在旁邊 黃黃地笑了出來 啊 要照著上面的步驟 一步一步做 一步步做錯了 會出現 不同的東西 哈哈 她說完輕輕地笑了笑 而 眯起了她的眼 而旁邊的中路鞋雜姆 呃 那 那個東西 呃 那個死射的東西會 呃 如果一步步做錯了 就會這樣子 跳出來 也看著 莉雅緩緩地點了點頭 其中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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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以為 我以為 呃 呃 呃 不過那種 灑木 我可不想要啊 我可以先去喝一口湯 然後再回來繼續做啊 可以啊 你默默地坐下 緩緩地出了一口湯 但是就 對阿 就這樣而已 好 那 那我又回到了 桌子前 然後 一樣先 在空的燒杯 倒入 紅 那個 那個藍色跟紅色的 液體 OK 你緩緩地將紅色和藍色的液體 倒到了空的燒杯裡 現在這個燒杯 因為史萊姆跳出來 所以現在又是空的狀態 你倒進去 現在是紫色的液體 好 那我要在另外一個空的燒杯 倒入 欸 藍色跟黃色的液體 好 你默默地將黃色還有藍色的液體 混合現在變成綠色的液體 然後 最後再把紫色跟綠色倒在一起 你緩緩地將紫色還有綠色的液體都在一起 但是 注意到 這兩個液體 當它們混在一起 其實是突然間的出現了暴動 看到這正在扭曲的 難道 你看著綠亞緩緩地搖了搖頭 幫我曬仙弓 看起來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不是 就是顏色加在一起而已嗎 看來也似乎不是 如同 顏色加在一起這樣純粹的這麼簡單 你晃了晃頭看到 砰 史萊姆直接跳了出來 而且這個史萊姆跟剛剛相比 變得比較大隻了 喔 超 這個看起來像是 這個是虛空色吧 你看到紫色綠色這樣混在一起 然後帶點紫幼綠 你可以想像像是那種 玩那種膠水 然後混了很多色素 然後黏在一起那樣子的史萊姆 對 現在是這樣的顏色 看到這個史萊姆不停的在滷動 你要做什麼 你先 那我想要跟剛剛一樣 試著先動住他 好 那就是他曬豁免 你看到這隻史萊姆塞了 對 他默默跳了起來 15 過了 你看到他對著起來 然後你將你的冰花聚集在你的手心 從他的方向射了過去 但是他落下了 完全閃過 尷尬 還有要做什麼嗎 我覺得那個 那個是一個動作 那那那我沒有什麼要做的 OK 也再來看著 這一個 是的 在這一個史萊姆 似乎在滷動 似乎他變得 呃 等一下 跟剛剛那個史萊姆不太一樣 你注意到這個史萊姆 歡歡地冒出了他的觸手 他是兩次攻擊 你看到他第一次觸手 往你的方向直接揮了過去 可是沒有中 他 骰了10 這個應該 應該不會有中吧 呵呵呵 呃 你看到他再度的 向你的方向再度 骰了第二級 他骰了 11 應該也沒中吧 呃 對 沒有中 這兩個觸手 往你的方向 揮了 揮了過去 但是你往後退了一步 你閃過了他的攻擊 那你要做什麼 逃出我的菜招 逃他 躲下去 躲起來 我沒有按到架式 你握緊你的菜刀 狠狠的往他的方向直接揮了過去 但是你看到這個史萊姆是十分有彈性 看到直接他凹了下去 然後又又又彈了回來 他躲過了你的攻擊 就這樣 OK 那再來 再來是他了 你看著這個史萊姆 再度的伸出了 那 從裡頭冒出來的兩個 兩個觸手 往你的方向再度 揮了過去 第一級 他 骰了8 沒中 你看到他 他似乎 體積應該說十分的緩慢 他移動速度十分緩慢 所以 或許是這樣子 多了一些優勢吧 你 直接閃過他的攻擊 但是他的第二級 阿賽了 加起來 total是十 三 剛好 呃 這一個 這一個打擊 哼哼的直接打到了你 你受到了三點 你這一次感覺到 不是燃燒 這一次感覺到的是 麻痹 你感覺到有點微麻 滋滋的微麻的狀態 呃 但是就是lighting damage 就是閃電傷害而已 你沒有被麻痹 就是閃電傷害而已 那 我要喝水 好 你輕輕的打開你的藥劑 咕嚕咕嚕的咕嚕灌了下去 原本那刺麻的痛感也 被治癒好了 當然 這樣子緩緩的恢復 也看到了這個行動緩慢的史萊姆 再度的用他那兩個觸手 黏膩的兩個觸手 往你的方向之間回答了過去 第一集 他塞了 十五 你受到了 你受到了 你受到了四點 啪 直接揮下去的閃電傷害 而第二集 他在 水門加力的 往你的方向揮過去 但是他骰了 他骰了 總共total加起來 八 直接 他往你的方向揮過去 但是雖然你 感覺到十分麻痹 但你往後退了一步 你閃過了他的攻擊 那你要做什麼 他打好痛喔 那我再喝一罐 好 你輕輕的再度的拿出一罐藥級品 關了下去 至少現在狀態好了一些 呃 這個史萊姆有夠難纏的 你看著他 畢竟 或許是因為比較大隻的關係嗎 你看到他 緩緩的在入洞 看後 直接再度的對你 兩級下去 第一集 他骰了十六 而這一集 狠狠的往你的方向 啪 直接打了下去 你受到了三點 lighting damage 閃電傷害 而也看到他 變本加力的 再度對你再度骰了另外一集 呃 他骰了十八 又中 你再度往你的方向 啪 再度打了過去 可是這一次 你只受到了 兩點 lighting damage 總共total加起來五 就這樣 好 欸 好 好 那那我再嘗試著 動住他好了 好 然後他要曬他的後面 我這次公開曬 十八 Q 尷尬 你看我 我看你的尷尬 然後你看著莉亞在旁邊 我的 對不對 用著溫和慈海的微笑在看著你 他沒有 目前他也沒有做任何動作 也注意到旁邊周旋有些擔心 但是 你發現莉亞是 輕輕的在按著他 不要讓他往前跑 的狀態 而也看到這個史萊姆 再度的往你方向進行的攻擊 第一集 他骰了 十六 中了 而這一集 狠狠的啪 再度的打下 也受到了兩點 lighting damage 而第二集 他往你的方向 一啪 再打過去 但是你看到這個史萊姆 從桌子上掉下來了 好 他現在落到了 啪 落到了地上 你要做什麼 你現在打他有優勢 啪 落到地上 因為他從多 你看 你可以想像他從多 腳再慢慢伸出 觸手打你 然後突然間 突然間看到這隻史萊姆 空的 扮的是空的 體重 體重承受不住 啪 直接落下去 變成一灘泥 現在是一灘泥的狀態 那他等一下會凝聚起來 下一回合他就會凝聚起來 是 嗯 那我 欸 我想要看喔 我如果要用 那個薛定格的麵包揍他的話 我要過什麼 我要過 哪一個啊 薛定格的麵包 是一地二死 加你的敏絕 就加你的敏絕 直接就殺 直接打下去 敏絕 你可以當你的短劍用 短劍 你看一下你有沒有短劍的 短劍的精通 你PROVICIOUSLY有沒有 Shieldsword 短劍 啊 嗯 好像 好像沒有 那就是 那就說 一地二死加點不解 你就沒有在 額外的在 加這樣 OK 好 那我 剋一下麵包好了 好 就是先攻擊 然後你就會直接 對卡 吃下去 中 麵包打人 中 好吃 然後 然後傷害也是 我給你 對就是傷害 來傷害來吧 一地八吧 就是一地八 然後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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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也會自己補這樣 打他然後又補你 對 你狠狠的用你的 用突然就 嗯 這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 發棍麵包 狠狠的往這一個 史萊姆尻 偷了下去 你看到這一個 落地的史萊姆 直接一灘 你往往的 隆起屍屍 被你的 被你的發棍麵包 狠狠的 砍 直接打頭 你看到他 本 當然上面沒有沾 上面是沒有 你看到麵包上面 沾了你直接 直接把他撕掉 摔掉落到一旁 你直接狠狠的 啃了下去 然後你可以回血 你看一下上面是 回多少 你真的回血 撕下去 看在他消失之前 趕快吃下去 那我就沒有要做什麼了 OK 也在這一個 江澤麵包吃下去 還蠻好吃的 那個碎掉麵包 欸他消失了 算了他再不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還來的 你也看到這個史萊姆摸 都幻緩緩緩緩PS 又車icky 他已經 vowel 好 沒有中 你握緊的彩刀往他的方向揮了下去 但是你看到這個史萊姆開始蠕動 他慢慢的蠕動到了一旁 他閃過了 但是還是一樣跟你據點還是一樣的 還是一樣舞弊的 然後再來是他 你看到他對你第一擊 他塞了14 也看到他再度伸出他的助手 往你的防塵直接啪打下去 你受到了3點閃電傷害 也看到他再用他的第二擊 狠狠的往你的方向甩了過去 但他只甩了10 你閃過了 好 那那我就 我就對著恰到說 你不能以為我吃了糖果麵包就這樣啊 我還是 對啊我還是會用你的 然後再試圖的再使用一次菜刀 好 看起來就像是菜刀鬧皮疾師了 你握解菜刀往這個史萊姆方向揮了下去 但是 啊 史萊姆沒有中 而且還是大 還是miss還蠻多的 你看這個菜刀似乎在跟你鬧比氣 算了 等一下應該會稍微好一點吧 你看這個史萊姆默默的再度的往你的方向 再打過去 但是你發現這個史萊姆往你打過去之時突然間的 好像因為莉雅的地板 木製地板 木製地板有空隙 你看到他卡住了 這是比爛嗎 OK啦 好 蝦瑪特你要做什麼 對他打他有用事 好 他卡住了 似乎因為太胖了卡住了 那我就搖晃搖晃著菜刀說 你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子 然後就說 啊 算了 然後 我想要再嘗試 動住那一隻 可是 用那個 用那個 用那個戲法的話 是不是他就沒有烈士了 呃 有 他有烈士 就變成他是烈士了 但是如果他過還是過 所以你就看你想要動他還是你想要用菜刀拿他 呃 那我選擇讓菜刀休息一下然後動他 好 那我就直接公開賽 烈士 對烈士取最低 這是第一次 這是 第二次 為什麼 哈哈哈 要 你 你嘗試的想要 將你的手聚集冰花 但是 再射過去之時你發現 這為什麼射到洞裡啦 你看到旁邊的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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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對你偷射著慈愛的微笑 他完全什麼都沒做 他就是一直在旁邊看著 而這個史萊姆 緩緩緩的 再度蠕動 因為他卡住 對他這次因為是卡住 我要他塞那個 他要用他的動作去掙脫 呃 他掙脫了 你看他緩緩的趴了出來 可是他只有一次攻擊 他對你 直接 再度用觸手揮了過去 18 啊中了 而這個攻擊狠狠的打中了你 你受到了兩點閃電傷害 就這樣 好 那我 那我 一邊跟 蔡 蔡道書 蔡 那我就跟蔡道書 你不能這樣子 那種別牛啊 我 都要好好 愛護你啊 對吧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喝罐水好了 好 跟蔡道 跟蔡道吵架的 夏洛特 呃 我知道他超生氣 呃 這時也看到了這個史萊姆 在你 在掏出要求品 喝完之時 看到他再度 又伸出他的觸手 往你的方向 回答了過去 第一集 十九 啊中了 一點一點 對 一滴閃電傷害 對他就 他閃了一個一點 閃電傷害 而第二集 他 嘗試往你的方向再 回答過去追擊 可是他只 閃了九 密死 真的是比爛了 嗯 你直接看著他 從他要往你的腿 直接掃過去 就默默將你的腳抬起來 呵呵 好 你要做什麼 好那那我就跟蔡道說 我覺得我們 在其他時候 吵架是沒關係啊 但是現在有敵人在 你不覺得我們應該要 重新協力的 呃 呃 因為這隻史萊姆是大 大隻的 所以很很容易打中 中了 哎 雖然菜刀一絲一絲就是了 你看到你的菜刀 似乎像是一絲一絲的配合你 剛好弱下去 剛好 原本 如果說這個史萊姆 如果再小隻解殼 就閃過了吧 砰 直接揮了下去 呃 在菜刀冒出火焰之時 看到這隻史萊姆的 雞稍微的變小了一點點 看起來 是被蒸發的 但是還是很大隻 你默默的眨著眼 看著 看著他 似乎變小了些毀了 但是他還是 他還存在 呃 也看著這個史萊姆 在 往你的方向再度 兩級 第一級 十一 呃 十一的話 沒有知道 你看著他又再度 往你的方向揮出了一個速手 你往 你的腳再度 升起 躲過了他的攻擊 而第二級 你知道他塞多少啊 他如果塞塞二 加起來 才 加起來的話才 你看他往你的方向 再度很緩慢的 伸出一級 你默默再將你的腳 另外一隻腳這樣子抬起來 喔 然後放下 沒事 你要做什麼 那我就對菜刀說 對嘛 就是要互相合作嘛 你也不希望我在這裡 就死掉了吧 被史萊姆幹掉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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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 揮舞一次我的菜刀 好 來 但是 就像是菜刀不想配合你 是的 你握幾個菜刀你看到剁下 欸 欸欸欸欸 那個身形應該很好瞄準了吧 你握下去 MISS了 呃 也看到這個MISS 看到這史萊姆 就像是趁機而入的 看到他在往你的方向 做攻擊 但是 是的 就像是比爛式的他第一級 你看到 也沒好到哪去 他從你的方向射過去 讓你的手收了回來 正要捲向你的觸手 當然你手伸回去就好了 他行動十分的緩慢 呃但是你看到他第二級 尷尬 第二級十九 啊中了呢 第二級狠狠的 直接 打上了你的腰 但是 運氣不錯的是你往旁邊一閃 你只收到了一點 閃電傷害 就這樣 那你要做什麼 那那那 我就跟他要說 不然 這樣好了 我們 一回合我靠我自己 一回合 靠你 你這樣怎麼可以接受了吧 然後我就 呃 使用我的 那個 病動的小戲吧 好 然後我就直接曬他的 我就直接公開曬 好嘞 沒有中 終於動到 他沒有他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躲過 所以來 一滴六 一滴六 砰 你狠狠的 將你的手 瞄準了這個史萊姆 將冰花 直接注入了他的體內 你看到他 也在這時 就像是先前那顆史萊姆一樣 慢慢的 開始看到這個體內 半透明的體內 出現了一些 微微的冰 碎冰 而也在這時 對 他對你就是有劣勢了 你看到他 從你的方向 直接像是要 觸手似的 但是 你發現他又 多虧冰花 他卡住了 那我就跟他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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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啊 我們果然還是可以合作的 對啦 就 靠你囉 然後 拿起我的柴刀桶吧 好 來 有此 再一次 中 來 中 來 那 那 我要 一般的幹掉他 然後 跟菜刀說 對吧 我就知道我們是做得到的 砰 你將你的菜刀狠狠的往下一揮 看著他再度的冒出了大大的火焰 直接將這個失敗品直接燃燒殆盡 原本 地上的泥泥也被烘乾被燒乾的一滴也不剩 你眨眨眼 看著這個菜刀火焰 緩緩的消失 至少聽話了 至少也不會被這個史萊姆再度亂打 那你眨眨眼看著面前的這一個妖記號書 看來並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好 那 那我就對著菜刀 設了幾句誇獎的話語以後 又重新將視線 就是 回到桌子上 然後 想想 看起來少了些什麼步驟 你眨眨眼看了一下上頭 還有上頭的文字 看起來 需要些什麼 先寫的是紅色的 然後撒向天空 所以就是 加藍色 然後 就變成紫色 紫色要變成 黑色 只是要加什麼東西變成黑色 注意上頭的用詞 喔 好 那 我就一樣重複剛才的步驟 就是先把 藍色跟紅色的加在一起 OK 你那時又看到人的紫色的液體 再度 呈現在這個燒杯裡 那我 那我只是選擇 等待他 你跟他大眼 瞪小眼 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你只看著 莉亞默默的 瞇起他的眼 好像等一下 他拿起了一個麵包 開始自己滋骨吃的 吃起來 還拿給周賢了 好ㄎㄧㄤ喔 我想一下喔 因為是西方 如果是東方 就會看到拿鮮杯了 第一段 好 第一段 先這樣 然後第二段的話 就是 太陽的話 就是 黃色 然後加上 深海的 藍色 然後就會變成 綠色 可是喝下青草的甘甜 我是高二 反正 然後這一段是 高二的王者踏上了草地 所以就會變成 紫色的那一罐 要加上 紫色的那一罐 綠色的那一罐 然後 才會成功 所以 可以 對 一直露手不受 黑夜降臨之時 請不要煩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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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每一個句子的用詞 讓你掙扎一下 我們五分鐘 來五分鐘讓你掙扎一下 就是用詞 注意看每一個句子的用詞 然後我去倒杯水 剛好五分鐘我去倒杯水 好 我去倒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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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狂家喻惟的 喻惟關卡 將線斜灑 灑上天空 我可以回想一下我剛剛是我在第一步的時候是先先把就是黃色倒進去還是紫色倒進去嗎 這個你是這個我就直接那個不用塞啊第一次你是直接把紫色已經有了然後你直接把黃色直接倒進去 然後然後史萊姆就砰就跑出來 第一次是就是直接把黃色加進去嗎 然後第二次是把紫色交到綠色裡面去嗎 那是記得每一句話 我可以給的提示就是這裡每一句話 春世皇家譽為高貴的色彩 所以 講到皇家高貴的色彩應該是黃色吧 可是 可是要三個顏色混在一起就會變黑色 好 注意動詞 動詞 如果說這些都是對應的東西的話 只是變成紫色 只是變得紫顏文而已 只是變得紫顏文而已 好 只是 灑這個詞 我覺得我當作是加起來 所以第一句話的意思是先把 紅色跟藍色加起來 然後 春世 春世皇家譽為高貴的色彩 因為我知道是那三個顏色加起來 會變成黑色啦 如果畫面有提到的話 應該也是要把 黑色給架出來 黑色給架出來 可是 直接把黃色倒進去是錯的 都好啊 欸可是一體重新補充是怎樣 全世界都沉浸了他的聲音 全世界都沉浸了他的聲音 記得 是呼應的喔 喔 如果把 黑色當作是 擠進無聲的話 那聽起來像是 第二句話是調出 綠色然後再把它倒進去 黑色裡面 可是 可是 最後一句話 對對對我在想吞飾 吞飾喝 吞飾喝 吞飾喝下 或許會幫助他 或許會幫助他 會是 應該不會是 我想的那個樣子 應該不會那種複雜吧 應該不會那種複雜吧 應該不會那種麻煩吧 應該不會那種麻煩吧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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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有什麼東西沒有做到呢? 不是混合藥劑的部分而是什麼呢? 是混合藥劑的部分 是混合藥劑的部分 不藥劑 那我看一下桌上有沒有其他的器具好了 沒有 沒有就這樣 兩個空的燒杯還有三個 就是會自動 會自動補滿的魔法品 會自動補滿液體的魔法品 所以 有什麼樣的觀念 當然你發現了失敗 這些液體就會變成史萊姆 哈哈哈哈 一半一題會變成史萊姆 總不會是叫我自己喝下去吧 不會吧 所以 也是吞噬 吞噬 皇家欲為高貴的設長 吞噬喝下的聲音 不是在調藥劑的時候 不是混合調 也是少做一些什麼動作 不是 咬 這類東西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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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藥劑的話 在這個狀況下 如果想直接一點的話 少做些什麼東西 少做些什麼東西 少出去 當告浩的王者他上村 所以 所以最後 一滴是 紫色跟 哎呀 紫色跟綠色混一起 可是少做些什麼東西 很硬 喝下 吞噬喝下個 死因 吞噬喝下個 吞噬喝下個 我可以看一下 腹肌有沒有那種 調配藥劑的注意事實上 之類的 書冊嗎 幫我塞個 iniverscation 看一下好不好 inverscation 我多少來自的 你默默的翻了一下 你看到旁邊有一個小小的圖冊 上面寫著調配藥 幾個重點 第一個 照著步驟來 第二個 有時會遇到一些特殊狀況 第三個 一些藥劑需要自己的人體做短暫的犧牲 通常藥劑不會是負面的 你看到有這四個點 但是當然 是否有幫助就是另外一回事 你緩緩的將你的視線在看向了莉亞 你看到莉亞默默的 等一下他現在在跟周賢在幹嘛 你看周賢默默的 默默的正在 等一下他們在正音班嗎 come on 正音班 這次黃家欲為高貴的 真是黃家欲為高貴的 好 好 那我就紅色加藍色然後喝下去 幫我 塞個 我只是看一下 你一直豁免 好 我不知道奇怪的東西 嗯 OK 沒問題 你默默的將紅色還有藍色的藥劑做混合 看到了紫色的顏色 你眨眨眼 吞了一下口水 將這一個藥劑咕嚕咕嚕的灌到了你的喉間 你感覺到你的喉間開始傳出了真正的發燙 隨後散水的真正苦味 你晃了晃頭 一瞬間 眼睛 視線都變成了黑色 但是這也沒有到很久 大概兩分鐘 你晃了晃你 感覺到這個苦味隨著這個黑色 慢慢的逐漸淡淡的消去 你的視線又再度明亮起來 你發現 面前 你原本握著的 這個燒杯 應該是喝完 應該是沒有了 但是你發現 這個紫色變了 它變成亮紫色 好 那我把 那我把那個 東西放在桌上 然後整頭看著莉亞 然後說 我可沒聽說過 要被藥劑 還要自己喝 你看莉亞 黃黃的迷切眼 有些藥劑 得犧牲自己的人體 作為魔力的轉換 不會過得太窮 也不會 太痛苦 魔力的轉換嗎 也就是說 混上自己的魔力 然後就會像這樣變成 新的東西 它向你點了點頭 好 好 那我就 拿起 另外一個空的燒杯 然後加入 那個 黃色跟藍色 然後喝下去 好 這一次 幫我 塞個 卡瑞斯瑪 魅力獲明 沒問題 你晃了晃 這個燒杯 看著裡頭 綠色的衣 緩緩的 咕嚕咕嚕下去 上面是甜 可是這個甜 好膩 你眼睛 瞇得起來 這個 這個甜 除了像是蜂蜜的甜 又看 像是你可以想想看 就是如果你喝了一杯茶 你喝一杯紅茶 然後 糖是80% 糖 基本上是糖水的味道 你眼睛直接皺了起來 這時你感覺到 一瞬間 都聽不到 你晃了晃你的耳朵 你看 你看 你睜開眼 你視覺是沒問題的 但是你發現 莉亞 好像正在跟周賢 正在正一般的當下 你周賢應該會發出一些 像是 阿恩 阿阿的聲音 想要嘗試捲舌 但是 呃 你瞬間聽不到了 也是這樣 過了兩分鐘 你突然聽到了周賢 那邊 原本 嘴唇只是在動 但是開始發出了 阿 阿 阿 的聲音之時 你再度的聽 開始晃了晃眼 你發現 杯子裡 原本 那綠色的 綠色的液體 現在變成了亮綠色的 幾乎近白 好嘞 那我就 那我就看了一下這些液體 然後心裡想著 嗯應該沒問題了 然後就把 嗯那個 等我一下 你覺得呢 那我就 我就拿 切了菜刀 然後我就跟他說 應該沒有問題了吧 你覺得呢 菜刀 沒有任何的反應 那 那 那我就主要 就是把菜刀插回去 然後 就 就 就把那個 紫色的 紫色的那個 藥基 到那個 就是藥基 好 你緩緩的結合了這兩個 亮色系幾乎近白的藥基 看到這兩個藥基在融合之時 開始發出了淡淡的光芒 與其說是 很尷尬的那種 很尷尬的死的顏色 不對 不是 這個混出來的顏色是 長這樣子 是這樣的色彩 還可以飄出淡淡的 那種 那種 微微的 像是 情 香 又混了一點 迷迭香的味道 你看著莉亞 歡歡的勾起嘴角 點著點頭 看著那 流動的藥基皮的顏色 你當然可以直接 將這個燒杯 直接 對 直接倒到一個空的藥基皮裡 直接 直接蓋上 用軟木塞蓋上 你可以 對 你可以在你的物品欄 直接 寫上 美味香甜 都說幾成一 烏朗先生要的 烏朗先生要的 好欸 也看著莉亞 像你點了點頭 啊 果然 是有甜分啊 哈宅 你可讓他看一下外頭 你們如果直接回去 天色也晚了 這樣吧 你們要不要在我這裡 休息一下 過個夜 你們兩個還挺疲憊的 也注意到周賢 你發現他 好像暫時不想說話了 你看我只想要對他 塞根 音賽觀察一下 現在的表情可以 可以 那就 好 那我 就好奇地 看一下周賢 然後 想要知道他那邊 好像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可以觀察出周賢 他不想說話 不是因為 負面情緒或是不開心 而是你看到他 默默地指了一下他的喉嚨 然後指了一下莉亞 又指了一下他的喉嚨 你看他默默地想了想 快速地直接從他的 包包裡拿出了他的筆記本 還有毛筆 你看他有毛筆在上面寫著 莉亞小姐 的正音班 有點 太過的強勢了 那 那笑了這他15碗以後 就 不小心 不知地笑得出來 然後又連忙說 抱歉我沒有 特別的意思 你看周賢 只是對你尷尬地笑了笑 然後瞄了一下莉亞 又看著這樣 很快速地再將 將筆記再翻了一頁 看著他有毛筆快速地寫上 剛剛在正音班的時候 莉亞小姐說 我們可以在這裡住一晚 也看著莉亞 默默沙仔眼看到 周賢在刷刷刷鞋子 然後展示給你看 所以我看到他 輕輕地對你笑了笑 我或許可以給你們一個捷徑 你們要不要 明天一早 可能要稍微等我一下 我準備好傳送證 我做好 直接把你們傳送回去歐邊 你們也可以省得 拔山涉水 從我這一個老人家住的地方 一路走回去吧 那聽到有好康的笑的 他就點了點頭說 那就麻煩了 他看向你眨了眨眼 那就 好好的休息 然後 我明天 就準備把你們傳送回去 最後他說完 也看著莉亞 緩緩地 朝你的方向走過去 輕輕地 點了點你的手心 你的手摊開 像是要叫你把你的手摊開這樣 那你的手一摊開之下 你也發現他 將閃亮亮的80GP 放到了你的手心裡 這樣吧 這一個是你 調配藥劑 這畢竟比起我 這是你做的功勞 來 這個給你 這個給你 看到莉亞 將 這一些閃亮亮的精子 放到你的手心 對你微微的一笑 為Oakbeer 買一點好吃的吧 那 那 那 笑著是他就 睜大一點 睜大眼睛說 喔 不 這 可是 好 謝謝你 看著他看你 看著你笑著笑 看你 你看 你的手 你看他指了一下你的手臂 你看 沒什麼肉 多吃一點 我可以再煮更多 你需要更多的營養 你看他緩緩的往旁邊一走 然後你在盯向的 李亞 旁邊的那小小的 剛好像 剛回來沒多久的Riccan 好吧 好像他的老鼠 確實是有點像 一顆小圓球的 我受到了阿媽的味道 好 那笑著是他就 疑惑的看著自己的手臂 然後 對著周仙說 會太細嗎 我覺得 應該 還蠻剛好的 你看周仙 只是輕輕的眨眨眼 望向 逼出了一個聳肩的姿勢 也看著他的表情 也是尷尬的笑了笑 也指了一下他的手臂 又看了一下 又用他的 用他的右手的食指指了一下 李亞 默默的 輕輕的用他的手 再度 往他下巴 微微的燒了燒 然後 在他的 地本上寫著 他好像看誰 應該都一樣吧 那 那 翔鱲特 湊到周仙的惡叛 然後就說 說得也是 或許 可能要更像 他的小魔衝一樣 他才會說 嗯 這樣才想到之類的 你看周仙 對著 真心的笑了笑 雖然他發不出聲音 但是你看到他 看得他表情是發出那種哥哥的笑聲 最後 也看着那那位年迈的女性 开始默默的又再度煮起的 看到她大煮锅又开始放了新东西进去 那都是新鲜的蔬菜还有肉类 你看到那个还没吃完烤乳猪 又一片片的又开始变成肉筷这样丢了进去 比萨尔眨眼的周先看着面前 这一个啵啵啵正在滚滚举烫的 这一个小小的正在轰煮的大祖国 或许这个今晚好好的休息 可能明天也可以想想至少在被丽雅传送回奥比尔前 如果有什么想知道的或许可以问问看她吧 比萨尔眨眼和周先也想过的晚伴 你们也在丽雅的客房内也待了一晚 你看着那皎洁的夜光缓缓的照着身躯 虽然对 你在梦中感觉非常的十分的平稳 就像是往常一样 但是隔日你感觉到你充满力量 而且你动了动你的手 淡淡的绿光从你的手心缓缓的 缓缓的闪亮闪烁 好像你感觉好像自己变得更强了 虾尔特你正式可以开启二等的东西了 对就是二等你可以召唤你的小伙伴啊这些 你都可以用了 下次都可以用了 长修过后了 可喜可贺 好耶 然后下次就是对 就是因为是长修 所以就是回好回满 然后对 你可以想一想就是 下一次就是 修尔特在 对对是新的一天在被传送回去之前看你有想要做什么 就是在立雅塔有想要做什么 就是他不会直接急着把你传送回去 对可以好好计划一下 好 我一直在找机会跟他讲哥布林的事情 他就这样被我们晾在那边 他不会饿死啊 嗯我们就看下一次他会是怎么样 那个被踹到一旁交给老鼠处置的哥布林 会是会是什么样子 嗯